天氣冷嗖嗖 忍不住窩在電暖器前 暖暖手 但負電費時就怕心很痛 以風扇型電暖器來看 小台的約450瓦 若吹一整天一個月電費約1629元 大台800瓦的電暖器吹一個月 就大約2897元 一般電暖器開越久 耗電程度越多 便平冷暖器 可能一個月下了兩三百塊 今天如果使用一個電暖器的話 有可能就是一個月下來 一兩千塊都有可能 真的有差這麼多嗎 有網友說自己裝了便平式的冷暖器 24小時不間斷天天吹 狂吹兩個月下來 電費近280元有找 真有這麼省嗎 如果他是用便平的話來講的話 有可能電冷去轉換成熱冷 回收家裡利用 所以使用暖器的時候會比 你一般在使用冷氣的時候 省的電量會3到8倍 但台電說便平的確會省很多 但要兩個月電費300塊有找 連他都不知道該怎麼做 應該不會這麼省 不曉得要怎麼做到 一個月才200多元 這個難度還蠻高的 專家建議若開便平冷暖 冷暖氣溫度最好維持在27 28度 最室溫也較省電 但24小時不關機真的好嗎 可以不關機 他可以開24小時 一般的定頻就不行了 不關機是OK的 因為他可以 他可以一直做一個續寒的動作 不會說因為我不關機 然後造成我的機器受損 達到一個恆溫狀態 寒流來暖氣開到最強 但要慎選電器 以免現在暖了身體 收到帳單卻涼在心裡 這張專門的明理沛傑 台北採訪報導 是不是 本燈就很有道具 兩個中間 我讓大家做我的 點燈 跟你說 我以為它